下面我们来讲 Wave Thunder Grid网络的第二种应用场景 那就是在M32调音台的输出通道上 比如说Bus或者是矩阵通道上 进行插入式的效果处理 那么限于这张调音台 它本身的资源有限 所以它只能用到六个单声道的Wave网络 具体的路由方式如下 首先切换到路由页 在这里系统默认的还是从背后的卡龙端口来获得信号 这些都可以不用更改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Aux In的重新映射这一栏 它的意思就是Aux接口从哪里来信号 默认的是Aux In 也就是调音台背后的那几个大三星的那个插口 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改成从卡来获得信号 并且是从卡的前六个通道 一到六 接下来呢再转到Aux Out选项卡 在这里呢 需要确认的就是所有的Aux通道必须都是Insert模式 也就是插入式模式 把这六个都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就OK了 然后再到卡的输出 那么默认情况下卡呢 是直接发送这个背后卡龙头的这个所有的信号 现在我们要做插入式的效果 所以呢 必须将卡的前八个通道 换成Aux的一到六 实际上这一条里面呢 它省略了一个单词 其实是Aux Out一到六 也就是Aux口的输出信号一到六 把这个信号呢 直接通过卡来发送给Waves网络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链路 在你需要添加插件的总线通道上 比如说Bus E 那么我们到Home键里面来 切换到Config选项 如何插入 通过这里调整到 比如说我们 它只有六个Aux 也就是我们有六个单声道的插入式信号 我们选择第一路 按一下以后连接上 此时呢 信号将会经由卡 从这个断点 发送给Waves网络 然后Waves经过处理之后呢 重新送回来 从第一路 回到这个断点 形成一个链路 要想起作用呢 还必须把旁边的 Insert模式打开 按下去 这个时候呢 信号才会真正的 经由Waves的机架进行处理 同时还要确定 这里选择的是 前置 千万不要选成后置 要选择前置模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在下面的通道 比如说842上面 继续做插入式 比如说使用第二个链路 然后打开插入式 这样做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卡的前八个通道 就被占用了 但实际上只使用了一到六 后面两个单身道呢 是给Monitor 也就是这张台子的 监听总线 来使用的 这个我们在处理效果的时候呢 基本上用不上 等于浪费了两路 同时呢 这张卡还剩下24路 这24路呢 其实可以按照我们 上一个视频里面的设置 同样的对输入的通道 来进行操作 那么如果要进行 这种操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 后面的这些 发送的信号 从1开始 慢慢的配对 这样的话呢 卡输出的第九路 其实就是物理卡龙口的 第一路信号 依次往后 一共到了物理卡龙的 24口 第24口 那么经过 Wave所处理之后的信号呢 要重新回到台子上 那么输入这里呢 就需要把这里的 1到8改成 9到16 要一一对应上 17到24 25到32 那么还剩下 8个通道呢 那就只能使用这个 自己的 背后的这个 卡龙口了 那么如果想要对 这8个通道 继续做一些 插入式的 效果器呢 还有一个变通的方式 就是在 本机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利用 这里的 本机的 效果器 它也是可以更改为 音色的模式的 通过设置以后 也是可以更改为 音色的模式的 这样的话 就有 12345678 8个 插入式的 效果器 可以拿来使用 好了 我觉得